好吧 請說 你們先跟我們講一下就是 關於台灣文庫會 我們有說就是 不能夠有這種煙火事的 然後我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青年局回批我在那個青商 在那個青年的座談會當中所講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正是在曲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我非常重視年輕人的文創 我也非常重視年輕人 他們不同的一個發想 因為我本身過去二十年都跟年輕人 站在一起 我只是認為很多的活動 應該是有點線面一串的 永續的一個發展 然後不應該只是煙火式的 好像辦完之後 就讓我們這些對於藝術發展 有創建的這些年輕人 可能因此 他的工作機會就變得比較少 我只要強調一點 應該是從點線面 永續的發展 如果你從頭到尾聽完之後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局 或者是陳其邁下面的很多的局數 他們每次看到我提出一些的看法 他們馬上就是膝蓋式的反應 然後來告訴你這些的一些方法 你在唱衰高雄 然後對年輕人不尊重 看清楚我的邏輯脈絡 你就會知道 我們對於青年人所有的一些的發展 是非常重視 而且很希望他們能夠更永續的來做一些突破的 請問候選人怎麼看說 就是有關於說論文的風波 現在又又遭到那個蔡皮魯跟許 許淑華身上這個情況 你怎麼看 我覺得當事人一定會提出他們認為 最能夠還他們封道的這樣一個理由 就我的理解 許淑華已經是自成他的冯甲大學來自主他們 就請冯甲大學能夠對這件事情做出一些的審查 那冯甲大學已經接受 可能在兩個月之內就會有一些的結果 那淑華也就是非常坦蕩蕩的來接受未來可能的一些的發展 我覺得他是展現了一些候選人 當你的論文或任何事情被質疑的時候 你就是應該把事情說清楚 那這點完全是跟林志堅完全是不一樣的 因為林志堅已經是最正確証 非常明確的狀況之下 他還硬拗 而且不是說他拗 而是執政黨 蔡總統從頭到尾都是告訴大家 要來力挺這樣拗的人 我覺得他們才是需要把它講清楚的 我們還有其他媒體有問題嗎 今天已經有來看過哈馬興這個地方了嗎 已經看過了嗎 哈馬興沒有 我覺得今天是從高雄過來後 第一次來到這邊來拜訪 然後也有經驗 還有美亞可能等一下也會過來 然後呢我們會好好來這邊 因為今天是這個還是都是在普渡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只在跟大家來做一個打個招呼 然後跟大家來做個朋友 是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來聯絡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這麼熱的天氣還過來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